我們把發光的這個線條做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們上禮拜的做結合 那因為你現在放在不同專案檔 其實你到時候做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放在同一個專案檔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放在不同專案檔 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按右鍵把AE的專案檔交進來 如果你覺得這樣麻煩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我們呢在這裡 上個禮拜的呢是這個 打開喔回到上面 對上個禮拜是這個 這個有沒有這個 我就把這個專案檔丟進來 那專案檔丟進來 平常我們不鼓勵各位這樣做 因為這樣你的會比較精彩 我記得我們會分享過 但是呢你現在真的把專案檔當作一個素材來用 就可以像這樣做進來 那AE呢他認知自己的專案檔 所以你會發現呢 當你會進來之後 這邊會多一個那個專案檔的資料夾 好會多一個這個專案檔的資料夾 在這邊有沒有 好你看我把它打開 你所有的內容有沒有就在裡面了 對不對 好就在裡面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去用 那比如說我們完成的好像是 好像是這個吧 對不對 你就可以丟進來 不過呢我通常會建議各位 你如果要這樣用的話 你可以把它打開 你看一下 我們這裡就有一台攝影機 對不對 那你 因為要做的 就動畫這邊 我攝影機就先不離他了 我到進去裡面再做 我可以把這個 合成就是 這個Free Compose Tool 我們拿到我這邊來就好 因為其實我現在只要共用一個攝影機就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這個要把它合起來也可以 我就先不管他齁 我先把它收起來 好 現在收起來了 我把這個 TV Screen裡面 我有用一個Free Compose Tool 就是這個 把它放到裡面了 你看 有沒有 這裡有我們那個電視牆 欸 糟糕 這個我好像沒有套用那個濾鏡 我要在這個裡面才有 好 這裡面才有 這裡因為我才有套那個濾鏡 所以我來這邊 看一下 邊上 有 我就把它複製過來就好 因為複製過來之後 我剛剛在那邊是直接用Ctrl加7 Ctrl加V 這樣子的話 它的Card Wipe 也會一併佈置過來 因為我們有針對這個素材 有沒有 針對這個Compose Tool 有套用濾鏡齁 所以我這樣貼過來 它的濾鏡自便一併過來了 那你一併過來之後呢 我把它拉過來齁 在這裡 在這邊 齁 那個大小 因為我現在大小是不一致的 我只好把它縮放一下 原則上你應該是做一樣大的 可是我剛剛做的兩個素材是不一樣大的齁 現在呢我在這邊對不對 但是它的角度不對 因為它抓攝影機是沒有錯啦 可是我現在攝影機的系統 這個 位置跟它是不ok的 所以我就轉轉看喔 你看我這邊在轉 我這邊在轉 裡面有沒有在動 有沒有 你就看看 你的那個要放到哪裡 我轉起來之後 那個效果比較好 好 轉起來效果比較好 你就可以看一下 它原本有做的凸出來 這邊也會凸出來 對不對 那你的攝影機呢 就來這邊再跟它做結合 就是做攝影機的動畫 因為我們原本在這邊有做攝影機動畫 對不對 你就換成動畫呢 改來用這台攝影機去做 用這台攝影機做 所以先把角度 你覺得比較ok的角度 你先把它調好 看看你的影片 跟攝影機 跟3D線條 到底用哪一個角度 看起來是比較ok的 比較ok的 我們再針對那個角度來做 那這個的話呢 我一般 這裡我會做成跟我們這個一樣大 可是這邊剛好我沒有做成一樣大 所以我就 稍微 縮放一下 因為原則上 我們最好是不要在這邊縮放 這樣有沒有稍微了解那個概念呢 好 後面這個攝影機怎麼動 就交給各位啦 因為我在這邊 你也可以切到左邊 因為這個現在是有點由下往上的 如果你覺得一開始我想要這樣子 有沒有 你想要這樣子 還是你要靠近一點 這就由你自己去決定了 好